大家好,今天是法律亚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现在在的是德国名黑的 这个教堂 然后今天早上是又做了一个弥撒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弥撒 今早十点开始,然后大概十二点结束 现在已经结束了 然后可以大家简单看一下整个事情 其实我已经录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对第一原生是要简单讲一下 这边是这个唱词本,全是德语 我其实并不懂,但是那个五线谱我还是懂一点的 然后就是可以说音乐是通用的语言吧 其他没有什么好想说的 或者说我确实对这篇文明不是很懂 然后这边教堂布置确实非常漂亮 然后我也看到非常多虔诚的Catholic 就是天主教徒 那么今天应该是红衣主教吧 不是红衣主教吧 那个应该叫Cardino Cardino 木仪黑好像德国很厉害的一个主教吧 whatever 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后面是管风琴 乐队和和尚团就在上面 非常震撼 然后这边是耶稣首南像 然后我们可以在网站看一下 整个布置就是什么教堂的经典布置 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是这个 可以看到的是 这边的橱窗都特别漂亮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橱窗 但是这个窗窗的彩绘是非常精致的 其实我看不懂这些风格 或者说里面内涵是什么 但是总是觉得非常的神圣 这个壁画讲的就是耶稣降生的故事 他是在伯利恒的马厅诞生的 然后应该是圣母玛利亚和她和她丈夫 Joseph 但是他俩可以说是这俩 这不是他俩的孩子 这是上帝的孩子耶稣 这里有很多一家人来看 我觉得听了这个比赛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平静 然后这个教堂里的管工艺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尤其这个合唱团跟乐团 都在上面 有一种从天空中传来声音的感觉 非常的爱了呢 我是谁 好的 最后还是以这个背景做结束吧 大家再见 祝圣诞快乐